农民开根云基在洋葱田里来回穿梭忙着采收 恒春出产的洋葱甘田多汁被誉为恒春三宝 但因为农业人口越来越少 恒春镇农会喊出每月薪资四万五以上 召考农业师傅 至少要上工二十二天一个月 如果二十二天平均起来的话 差不多在四万五左右 一个月包括政府给他的补贴 包括他的那个福利 为了解决缺工问题 恒春镇农会配合农委会 推出首创的农业技术团 招考二十名农业师傅 授训完后将分配到缺工地点 从事农务工作 和现有的农村人力资源相比 目前主要的临时农工 日薪大约一千三百元到两千元 没有劳健保 另外农业技师日薪一千一百元 虽然享有劳健保 但因为多是新手雇主交不偏爱 农业师傅除了有每个月四万五千元以上的薪资 等于受雇农会 还享有劳健保以及医疗意外险 每个月还有就业奖励 与交通津贴吸引年轻人加入 也解了雇主的燃眉之急 蔡政府一粒一修修法闹得飞飞伤伤 但不管法案怎么改 农村缺工问题依旧无解 地方农会招考农业师傅 除了要解决缺工困境 也希望农村的人力资源可以得到升级 记得张春华 陈珈谷 评论报道